风流的代价 艾克是一个已经奔三的男人 有一个老婆 两个孩子 一男一女 生活过得也挺滋润的 本来生活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的过下去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有一次 艾克的一个同学从国外回来 邀请一大帮同学 一起去大酒店吃饭 吃完饭后 也不知道谁提议说要去酒吧 难得同学们聚会 也就顺了意 一大帮人风风火火的前往酒吧 这对从来没有去过酒吧场所的艾克 是一次新鲜的尝试 那次之后 艾克就迷上了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 经常有事没事的就往酒吧里跑 家里的事情也不搭理了 工作也开始变得不上心 但是一次意外 艾克想悬崖勒马已经是太晚了 在酒吧这种地方 多多少少都会有人上前搭讪 加上艾克一米八的身高 人长得也算俊了 就跟酒吧里面的女人搞到了一起 几次过后 女人忽然带着检验报告 说自己怀孕了 要艾克负责 这对有家事的艾克无非是个晴天霹雳 直接了当地说自己是有家事的男人 不可能娶这个女人的 不过令艾克奇怪的是 女人倒没有跟别的女人一样哭哭啼啼 在那种情况下 女人反倒是很镇定 只是恶狠狠地盯了艾克一眼 在艾克的手臂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抓痕 头也不回地走了 自那次后 艾克去酒吧的次数也少了 不过经常还是忍不住地去了一次又一次 后来他学乖了 单单去喝酒也不再敢去碰任何女人 对于艾克去酒吧的事 艾克的妻子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玩归玩 只要他记得有这个家就行了 这一天 在吃饭的时候 艾克的妻子发现了艾克手上的抓痕 并奇怪地问到他的手是怎么了 艾克停下筷子 有意无意地遮住抓痕 啊 没事 跟同事闹着玩抓伤的 然后扒拉了两口饭 就往房里走去 说是吃饱了 镜子前 他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手臂上的抓痕 明显有点滲着血的情况 艾克皱了皱眉头 用食指按了按手臂 也不痛 但是有血滲出来 按道理 被抓伤已经是上个星期的事了 过去了一个礼拜 没有痊愈也应该结佳了 而且现在是夏天 天气这么热 平时自己也都穿的短袖 不可能摩擦到他 带着困惑 艾克直接把问题归于自己身体愈合的比较慢 也没大在意 想想再过去几天会好的 就是在接下来的几天 艾克的身体却出现了情况 先是手臂开始长浓包 然后渐渐的往其他地方扩散 速度很快 就几天的时间 艾克就觉得整个手臂一点力气都没了 他跑去医院检查 一时也说不出个具体情况 说只能给艾克打抗生素 暂时保持不让他继续扩散下去 听到医生说只能用药物来维持 不让他扩散 艾克想起抓自己手臂的那个女人 这事和那个女人绝对脱不了关系 从和艾克的聊天里 医生听出了其中的猫腻 从医多年的医生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被人抓伤 导致整个手臂报废的 绝对不会是常事 问题就是在抓人者身上了 医生问了具体的情况 确定了艾克的情况 是因为那个女人的原因 就觉得这当中的确有问题 于是对艾克说道 我看哪 你这个情况很危险 再在医院里面这么耗下去 也是于事无补 我这里有一个人的地址 能不能度过这一关 就看你的造化了 拿着医生给的地址 艾克沉思了片刻 想再说些什么 只见医生已经在忙活 下一位患者了 根据医生给的地址 艾克寻找到一家破旧的老屋 那种屋子破转烂瓦的模样 实在让人联想到还有忍住 身后悄无声息的 顿时响起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脸上的皮肤皱巴巴的 像被阳光晒透的老橙皮一般 眼睛浑浊的盯着艾克看 就这么一眼 艾克还没来得及说清楚 自己来的目的 就被老人下了逐客令 老人的举动让艾克犯迷糊了 不过艾克并没有打算离开 而是坐在屋里一旁 不肯走 也许是老人觉得家里 有这么一尊晦气的东西 坐在那里 终于忍不住对艾克说道 说吧 你到底想问什么 老人家 本来我也不想来打扰您的 不过是这个人介绍我过来的 老人接过艾克递过来的名片 低声骂了一句 这个臭小子 竟给我找些乱七八糟的事来处理 老人抬头看着艾克 表情十分的严肃 一般来我这儿的人 都是问他们的运势 你是想问什么呢 艾克二话不说 掀开自己的手臂 那一个个被胀得肿大的脓包 仿佛就要被挤破了 不止于手臂上 在艾克身上的衣服遮住的地方 也不断的蔓延着这些脓包 而且扩散的速度非常迅猛 老人摇摇头 无能为力的说道 你这个情况 就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了 老身更是没那个能力 你请回吧 然后老人转身就回到了屋里 艾克随即追了上去 可是屋里一个人都没有 历历歪歪找了一遍 都没有找到老人的身影 老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带着忐忑的心情 艾克回到了家中 可是那身上的脓包 却慢慢的痊愈了 艾克就认定 是老人夸大其词了 到了老人口中的第三天 艾克早上还好好地吃着早餐 结果一到中午 人刚走进厨房 想找点吃的 结果人就好好的倒了下去 人就这么去了 后来 听村里有些看相的一些老人说 艾克的身后跟着很多邪气的东西 而且数量不少 这些都是他去酒吧迷乱场所 跟回来的 导致艾克死亡 和这些东西有着莫大的关系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